有关这个地方 手机号码 那第一个 串接 所以开头的话 游标先放在14 然后给个等号 因为公式前面一定要09 所以先打一个 双引号09 后双引号 因为 我前面要补两个字09 然后串接这个储存格 所以end end之后的话 再点一下f4 09 f4 打勾就可以了 其实当你还没打完没关系 你可以先确定一下 是不是0914 4的话可以再点回去 接着的话再加一个end end一个- OK 打个勾好了 有了0911- 后面的话加08 你不能说end趋势 如果end趋势少一个0 你不能说我补一个0 补一个0不行 因为这边有 补一个0 前面 三个是OK 可是后面的话 它变0142 多一码了 OK不对啊 你不能说补一码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变成要判断的 那怎么判断 这地方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用什么呢 算一下总要补几个0 3减掉LEN 填刮断 然后呢 选择这个趋势好了 趋势 后刮一下 打勾 你可以看到 它会出现说补几个0 你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连三个补一个0 后面都没有补0 0的话指的是不补0 这边补一个0 为什么 因为 只要是三码就不补0 意思类推 所以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逻辑 放在哪里呢 放在REPT的公式里面 OK 所以 这个是第一个 你可以练一下 第二个的话怎么把 这个公式 放到REPT里面 那我们可以什么 剪辑前面的0911-这个公式 END 好 然后呢 后面就是要用REPT的这个函数 你可以几个方法 我的习惯是用打的REPT 然后前刮符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重复几个0 重复几个0 它第一个会跳出什么 TEST 你只要看到TEST 一定要记得前后双以后 先打前双以后 打一个0 后双以后 意思就是说 我要重复0 OK 逗点 这个参数是什么 重复几次 那就是用3 减掉 LEN 就刚刚 我们在旁边做练习 那 3减掉LEN 后面的话就加上G4 意思就是说 帮我算一下G4里面 到底有几个字 两个字 那3减掉两个字 一个 所以意思就是补几个0的意思 补一个0的意思 后刮符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公式 这个地方 公式里面最难的 我想就在这里了 重复 几个0 是由3 减掉以留于N 去决定的 OK 打勾看看 有没有 补一个0 当然你像要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 补两 这边因为 两个字 所以补一个0 那这边通通 都是三个字 所以都不补0 OK 那后面的话呢 还有84 那84怎么加 你到后面再加个AND 把G4呢 再把它串到后面 打个勾 有没有办 08是出来了 底下也全部出来了 有没有 OK 那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 这个 区码的部分 有没有 补几个0 然后再补那个后面的这个区码 诶 那默码的部分的话呢 好像逻辑 跟刚刚前面的那个区码 一模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重新再做过一遍 AND的减号 然后AND 在Rapt 0 然后三减 其实就把G4改H4 所以 如果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你这个后面的默码部分 不用重打公式 只要把什么 后面再加上 的减号 REPT 只要把G4 两个G4怎么样 改成H4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把 负4后面的这一串公式 选起来之后 把它复制 接到后面来 把G4怎么样 改成H4 当然你可以直接 去改 或者是选 G4之后 点一下H4 它一样可以盖过去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打一个S4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OK 最后的话把它打勾 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这个手机 号码的这个串接 的公式 就给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一长串 假设你担心 地不太起来的话 各位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第几页呢 第三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公式 在这里 请各位试试看 都家里能可以 方便 点赞